第一次约会 就直勾勾地看着女生两个小时 这样真的好吗 小美敲了敲桌子 提醒大山 天马上就要黑了 看着小花的笑容 男人已经深深迷恋上了她 小美问她叫什么名字时 大山愣住了 关于前世的记忆 她什么都不记得 据说 只有前世犯了很大过错的人 才会被惩罚去做阴间使者 超度别人来弥补 自己前世犯下的错 她找到小花 希望能帮自己 起个现代女孩喜欢的名字 起好名字的大山 迫不及待地约小美去喝咖啡 铁柱想要看看 这个把大山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 到底长什么模样 死皮赖脸非要一起去 小美和自己的闺蜜一起赴约 铁柱掏出自己的名片 很帅气地介绍自己是财阀的后代 当问到大山时 大山整理了一下衣服 一字一句地说出 金 武 品 果然是一个高富帅的好名字 看着铁柱和小美愉快地交谈着 大山醋意大发 为了能和小美单独相处 她使用了魔法 他还让小美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 重新开始这场约会 大山拿出上次在三神奶奶那里买到的戒指 送给小美 因为戒指给自己带来的感觉 就像第一次见到小美一样 令她熟悉又心动 小美将戒指戴在手上 怎么看都觉得这枚戒指那么熟悉 不久后两人再次约会 这一次大山终于主动地开始聊天 不过什么 这也太直接了 要不是看你长得帅 真是要把你当成流氓送到警察局 大山问小美要名片 小美调侃地说道 大山回到家 无意看到鬼怪收藏千年的话剧 是千年前被王所害的小帅的妹妹 看着画中之人 大山呆呆地愣住 眼泪莫名其妙再次落了下来 画中的女子仿佛是她隐藏许久的挚爱 虽然大山记不起自己的前世 但她的胸口隐隐作痛 大山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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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